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香港恐怖电影幼儿院 故事开始 小美和闺蜜短发姐长发姐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然而这天 孤儿院的院长却给小美带来了一封马来西亚的信件 原来小美其实有个奶奶 但不久前去世了 并且按照遗嘱 小美需要回马来西亚继承她的大宅 但小美得知此事后 觉得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现在再去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根本不打算回去 可没过多久 负责执行遗嘱的律师就找到了小美 她劝说小美学浓于水 既是心里有节 也应该自己去解 听了这话 小美不禁动摇了 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回去看看 于是她便带着两个闺蜜一起来到了马来西亚 随后在律师事务所 小美见到了小帅 而据律师介绍说 小帅是华人殡仪馆的负责人 也是奶奶生前指定的葬礼主办人 第二天 律师带着小美等人来到了大宅 在这里 小美第一次见到了奶奶的画像 而这也唤醒了她成风已久的童年记忆 不过这一丁点回忆并不足以解开 她被送进孤儿院之谜 没过多久 小美便在大宅外遇到了一个邻居大叔 而大叔告诉小美 这座大宅很危险 可能有脏东西 让她赶快离开 但大家也懂得 恐怖电影的女主小美 并没有将此话放在心上 随后小美来到了自己儿时的房间 但在这里 她却从镜子中 看见了一个小女孩的鬼魂 并且这个小女孩 还抱着小美的腿不放手 可把她给吓坏了 然而当小帅过来查看时 却又什么都没有了 接着在小美回到酒店后 她突然发现泳池里有人溺水 于是便立即下水救人 谁知那个人却消失了 而在水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在把小美使劲往下拽 同时溺水的小美 也回忆起了许多童年的往事 其中就包括 她与奶奶相处的温馨片段 正在这时 小帅出现 将小美救了上来 过了一会儿 小帅向小美展示了 两人童年的合照 原来两人是青梅足马 而据小帅透露 小美的父母遭遇车祸 母亲在临死前生下了她 此后她一直有奶奶抚养 但有一年 小美突然发了场高烧 然后就失忆了 之后奶奶就将她 送去了香港的孤儿院 不过具体的原因 小帅就不清楚了 当天晚上 小女孩找上了 小美的两个闺蜜 可别说这大半夜的 脸贴脸真够吓人的 果然第二天 两个闺蜜被吓得神情呆滞 心不在焉 不过他们也没对小美 多提此事 而另一边 律师的同事提出了 关于遗嘱的疑虑 因为同事记得 要将所有的东西变卖后 转交给小美 而唯一的条件 就是小美绝对不能回马来西亚 但现在的遗嘱 竟然变成了小美 一定要回马来西亚 还要求小帅来主办葬礼 这也相差的太大了 然而律师却根本懒得解释 直接不容置疑的赶走了同事 原来律师早已被小女孩附身了 他偷偷的更改了遗嘱 目的就是把小美引回马来西亚 当天中午 小帅带着小美和两个闺蜜 来到了大宅 同时他建议三人 为了方便明天办丧事 今晚都住在大宅 傍晚时分 同事趁律师下班 悄悄的找到了真正的遗嘱 但他刚出办公室 就碰到了小女孩状态下的律师 结果可想而知 同事很快被电梯站成了两截 晚上小美和小帅续起了旧 两人手拉手散着步 感情持续升温 第二天 奶奶的葬礼如期举行 但没想到的是 律师也披麻带笑的前来调研 其隆重程度和小美差不多 丝毫不像个外人 简直跟家属一样 几人劝她离开 她也充耳不闻 而在葬礼结束后 小美正黯然神伤之时 短发姐突然向她告了白 表示自己会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这可怕小美吓了一跳 然后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短发姐 闻言短发姐非常的伤心 只能借酒消愁 谁知这时 她却被小女孩给缠上了脖颈 没多久便领了盒饭 第二天 几人发现短发姐不见了 可找了一天都一无所获 到了晚上 长发姐寻找短发姐的手机铃声 来到了大宅外 没想到下一秒 短发姐的尸体就从天而降 并且片刻后 长发姐也被树枝缠住脖子 给吊死了 随后赶来的小美看到这一幕 立刻被吓得逃回了房间 躲进了柜子里 而在这里 小美回想起了儿时 受到小女孩惊吓的往事 那时的她被吓到失忆 此后奶奶为了保护她 便将她送到了孤儿院 画面一转 回忆结束 这时小帅找到的小美 想将她带出大宅 谁知她却被家具砸中 滑下楼梯顿时不省人事 而被附身的律师 也走进了大宅 来到了小美的面前 原来小美和小女孩 本来是一对双胞胎 但两人的父母 在发生车祸时 小美在肚子里 一脚踹远了妹妹 而母亲临死前 用碎玻璃刨开的肚子 成功娶出了小美 可妹妹却被遗忘胎死腹中 涛哥只能说牛P 而此后在家里 她一直就以鬼魂的形式出现 并羡慕嫉妒恨着小美的一切 比如裙子和小帅 但这些小女孩便立刻想杀了小美 还好邻居大叔及时出现 救了小美一命 但她自己却被小女孩给发了盒饭 随后小帅醒来 带着小美逃离的大宅 随之在路上 小女孩突然出现 掐住了小美的脖子 于是小美赶紧捅死了小女孩 但等幻象暂去 小美才发现 自己捅死的竟然是小帅 紧接着 小女孩又变成了小美的样子 她先是引导小美 认为是她自己连累了这么多人 然后又抓着小美的手捅了过来 等于是让小美自己杀了自己 以此来瓦解小美的意志 然而等幻象散去 倒地身亡的赫然是律师 画面一转 小美被警察逮捕 然后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一旁的小女孩笑着对她说 同时小美也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家人朋友们 于是她幸福的上前与他们足以相拥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整体构思非常的简单 逻辑上有所欠缺 水石上的情节很多 特效呢 也只值五毛 不过叙事比较清晰和流畅 这点值得肯定 而且女主刘欣忧很漂亮 演技也不错 算是一个可取之处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